1、2 我叫陳顯章,我今年10歲 陳雀芳,今年11歲 徐梓希,今年12歲 梁俊熙,今年10歲 王興義,今年9歲 我打得最久 我打得差不多一年左右 你打了三年,我打了兩年 為什麼一年?四年三年 對不起 一個最早的中和女排隊的人 你一天吸收多少鈣質令到你這麼高 高一點,就會看東西清晰一點 我不想,因為我進不了門 謝謝高利 謝謝高利 因為我是過來人,這樣把最基本的 最正確的基本功交給他們 排球帶給我最多的就是一個人生觀 因為去過維亞隊可能之前遇到的壓力也好 面對很多很多外面的一些評價也好 到現在來說,什麼事情都是一些小事 對我離開排球之後可以更加樂觀地 更加容易面對困難去面對生活 我會跟他們說我覺得你努力了就可以的 結果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個過程 不在乎水平的高低 在乎我覺得就是堅持 堅持到底 也許你沒有天分也可以打到很高的水平 希望香港的球迷和觀眾朋友們 繼續支持女排 中國女排 不管他們是在拿到冠軍的時候 或是有小小搓著跌入低谷的時候 希望你們都一如既往的這麼熱愛他們 為他們加油